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要為大家 測試的是奪魂之戀的 一個快速升級的方法 這是由我們巴友 小羽所提供的一個方式 對於這種樂意分享的 這個巴友這樣來講 我們必須給予讚賞 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 因為他分享的方式 我練得真的是練起來蠻快的 對於像這樣樂意分享的 我們必須給予讚賞 當然我也很樂意分享 這樣 沒有啦不是叫你們讚賞我 好吧 我現在使用他的 一個快速練的方法 然後稍微改良一下 時間上會再縮短一點點 一點點 但是見仁見智啊 每個人看的點可能不一樣 現在來為大家測試一下 首先選擇第一張的第二小節 這個是 正門口的 那個 佛藍 藍佛 藍佛的隊長 嘿 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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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佛的隊長 我這邊原器軍 就是因為我剛剛已經進去遊戲了 所以沒差 你們就直接按開始 進來之後 就直接去找隊長講話 好 我改良的方法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 這邊的部分對不對 我們就不打 略過 大家都一樣 因為 因為 基本上殺他沒有用 對不對 改良方法也沒有什麼 就這邊之後 你馬上回頭 為什麼 因為要殺三隻妖母 這樣我就可以少找一隻了 小技巧 現在我們的小魚 大家可以分享 提供一下我的方式給大家看 這邊就一隻了 我的裝備很爛 這個就 所以清的有點慢 所以基本上有些裝備要順便撿一下 這樣就一隻了 然後再來這邊再打第二隻 所以等於是我來這邊的時候 我是要找一隻就好了 運氣很好的 就是你看 連一隻都沒有 擋住我的射擊 然後就離開遊戲 像我 因為我 我沒有別的章節 所以我沒辦法用回神術 所以 大家如果有的話 可以請朋友先開一下 我只是示範 設定 變更 鼓動 確定 延續進度 當然動作越快 省越多時間 可以讓你的肩越短 好 像這個職業 沒辦法像聖騎 怎麼樣 這樣 可以用拉的 所以你只能用走位的 好 可以的話是用自己放 例如說 有 如果有分身的就用分身 然後頭上相隔加經驗值之類的 好 我現在是用最 最正常的 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的狀況 好 慢慢把怪拖過來 死掉也沒關係 就承認復活就好 好 等到門口 切血的 好 我看到右下 上面這邊的紅點 看到他套再移動就可以了 再把他拖進來 好 這樣就升級了 很快吧 以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打法 然後你 你現在的話就是一樣 就是離開遊戲 好遊戲設定 變更 第一章 第二小節 確定 確定 開始遊戲 好 這樣就又是一輪了 好 這樣就重新開始 又去找那個 藍佛 藍佛隊長 藍佛的隊長 以上這個 經驗快速升級的方法 給大家參考 我基本上 嗯 我剛剛已經有 練一隻 身腳群的 忘記了 那一隻我已經練到 70等了 然後花了大概8個小時 從創角色到 到練到70等 8個小時 只是中間有 包含一些測試 一些方法 換裝備啊 因為我 我本身 那個 也滿 也滿人已經練起來了 所以幾個小時是要 但是 一天之內就可以練 練好了 所以這個方法 趁機的話 趕快去練一練 還滿好用的 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大家 掰掰